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修行上一定要与时俱进 一定要自己过自己这一关 当你自己过自己这一关的时候 不是停下来休息 而是更加的有底气与理由 向前大幅迈进 所以就会觉得很实在的感觉 没有在浪费光阴 所以不管是礼拜一 礼拜五 礼拜天 你都在秒秒钟精进里 把你的人生 把你的灵命 能够有着更好的交代 所以在超义生产系统里面 你说来一天 太快了 要改进 要改 怎么会那么快 但你来了一年 来了三年 五年 你还在原地踏步 就要非常谨慎了 因为不进则怎么样 不进则退 这个真的是这样 所以一定要把它记得非常清楚 那么在你的进展中 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一部宝典 你说他是负面教育 他也是一部宝典 他是正面教育 他是更加的一部宝典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有着自己辉煌的 历史吧 过去 所以滴答滴答中就是历史 就是可以写 所以有些人说什么 导师这本自传出来写得好 那是明宁写得好 你请明宁帮你写也写得不错 那天还有一些学人跟我说 导师你这每一篇都是非常好的教材 不是我恭维你 真的事实就是如此 我也不知道 小时候那些故事有什么好的教材 反正就是这么过来了 重点是 我问你啊 不管过去好还是不好 什么时候最重要 现在 盖观论定的时候 对不对 所以现在的重要是你 你有觉悟嘛 所以你知道要赶紧的抓住时间 但一切的成果 你没有这个这一生的成绩单 你这是下一辈子去哪里 没有没有一个依据 所以必须有他的成绩 所以当你知道的时候 你就不会斤斤计较 你就不会天天说他没有做他没有做为什么要我做 他是丫鬟 他是丫鬟 你是自己偏 对不对 那你要拿哪一种 自己的 自己的道路自己选择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去跟别人比较 说他也没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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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我做 对你应该觉得 命真好 没有人跟你抢 是不是 真的这样子啊 真的这样子啊 你把这到底想通 你就好过很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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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